因为那个实在是真的 我永远是在看着人类生命的可能性 那我说真的 好像走来走去好像只有台铁 这边可以做一个画场 就是像美国的中央车站 大概没有这样的地方 可以把我的想法像展现出来 那后来去年我在这边站出了牵手观影 也写了台湾地球心 铁道传生情 因为这里面蕴藏的我最 台湾的一个深切的一个理解 是台湾深切的力量 台湾在我心中是地球之心 它是融色了东西文化 那么融色了整个人类文明 它在未来一个重心所在 但是我所怕的是 台湾的兄弟姐妹们 你们眼睛太小了 看不到台湾的文大 忙着在台湾 用你的聪明才智 在台湾做这些小事 眼睛大一点 我们尝为地球的心 所以说感谢周续长 让我在这里 能够把这样的心境表达出来 向台湾的伟大致敬 所以今年呢 更续着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 幸福 常常是从 在台湾人的眼睛心中 常常是从火车站开始 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感觉 上次跟局长到的 那个园林 这个新的火车站开幕的时候 我去了 因为我一生中 永远的一个一幅明像 形象就是说 那一天 我在园林火车站 天气很冷 我好冷 我的母亲 穿着那个大衣服 他把我包在大衣服里面 这是我一生里面 最深的感觉 所以说我永远 像这种场合 我会带着我母亲 这是我母亲的 的胜利子 因为母亲 就是我的亲手关心不上 所以今年 孙人 写这位碑 真的是 大家了解 光是这位碑 那个颜料 花了八公斤 这个是 因为它 特殊的布 特殊的颜料 所以说在上面写 说这个是 每天呢 我就是这样蹲嘛 我这样洗 所以说这个是 但是呢 我是认为说 我好感恩 有这个机会 所以说我要尽力 把这新外面的精神 在这边展现出来 所以说 这是我感觉到 好欢喜 也感谢大家 共同的参与 那么在我心中 台湾未来 台湾未来在哪里 有人问我说 台湾未来会变得更好 或更不好 或人类未来会变得更好 更不好 我说这不是我们所考虑的换过 因为 我们不会因为台湾会变得更好 就怠惰了 我们也不会因为台湾或是人类会变得不好 就失去 我们只要求 我们要让地球更好 台湾更好 把地球扶起来 把台湾扶起来 在进入地球的新时代 我希望 提出一个觉醒的地球 让这个地球全部绝望 第二个是净土地球 让地球成为一个曼陀罗 一个美丽的曼陀罗 每一个人在这边圆满吉祥 第三个是宇宙的地球 我们必须为人类的未来想像 如何航向未来 让地球探空船成为宇宙中最伟大的 一个星星 一个太空船 这是我的梦 我必须对一个修行来讲 我们的眼光 千年对我们来讲 是一瞬间 所以说很多人说你在做梦吗 我说 我比做梦还做梦 因为人类只有这样的坚持 才能够先见五周 先见人的幸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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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谢谢红老师